1944年5月,为了反制盟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战略轰炸行动,德国空军在著名的乌德特战斗机联队的编制下成立了第一支所谓的突击大队。 这支特殊部队的任务十分简单,他们将利用前所未有的空中突击战术,打击盟军轰炸机群,以决死的一支捍卫欧洲的天空。 突击大队的组件都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空中战术,对于二战比较了解的人应该熟悉。 突击这个词语在德军体系中往往指的是执行自杀性质任务的作战团位,突击大队的战术极度疯狂。 其核心是利用战斗机组成紧密编队,近距离集体突击攻击盟军轰炸机,类似于中世纪的重甲骑兵的集体冲锋。 之所以会采取如此复古的战术思想,是因为当时盟军轰炸机部队采用的核型编队,和中世纪的步兵方针确实有异曲同工致命。 一旦核型编队被冲散,盟军轰炸机就会成为各自为战的一坛散沙,即便是没什么经验的飞行员也能将其击落。 为了实现冲散低机编队的战术目的,突击大队采用一种紧密的歇型突击编队,战斗机之间的间距很小,突击大队指挥官位于队形正中间,决定整个编队的突击方向和开火时机,其余所有战机都要服从大队长的动作。 为了有效杀伤盟军轰炸机,突击大队一般只会从迎头和追尾两个方向俯冲接近,在开火后以编队形式爬绳脱离。 突击大队的飞行员必须具备反直觉的超强几率性,即便是面对轰炸机自卫火力和护航战斗机的拦截也不能脱离编队,其次还要求飞行员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因为突击大队为了实现最好的毁伤效果,往往突击到近距离才会开火,这意味着空中撞击的概率比一般的战斗机单位大为提高,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能够躲过坠落的轰炸机残骸和炙热的自卫火力。 很多人将突击大队看作是德军撞击部队的前身,但实际上突击大队的作战更依赖于飞行员的技战术和无畏的勇气,和自杀式攻击有着根本的差别。 这也是为何突击大队会受到德军王牌飞行员的欢迎,加入突击大队本就是对于飞行员能力的一种高度认可。 新手飞行员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编队协同作战,和中世纪的重甲骑兵一样。 突击战术的实现依赖于重火力和重装甲,所以突击大队装备的FW-190战机均经过特殊改进,尤其是座舱加装了额外的钢板和防弹玻璃, 以保证飞行员在盟军轰炸机猛烈的自卫火力下,依然有着足够的生存能力。 同时战斗机的武装也得到了加强,除了FW-190原装的两艇MG-131航空机枪和MG-15120机炮外, 还额外搭载了两枚MK-108型30毫米机炮,该炮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能够直接撕开盟军重型轰炸机的机体。 尤其是在迎面射击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美军B-17轰炸机被突击大队的30毫米机炮打得凌空爆炸, 但由于这种机炮的弹道并不适合远距离射击,所以突击大队的飞行员们往往会接近到150米的距离上, 才会用MK-108开火,在这个距离上,一旦命中盟军轰炸机的机身或者机翼,就能将其直接打得致力破碎。 虽然突击大队的疯狂战术使得该单位的战损相比一般战斗机连队高了很多, 但他们给盟军轰炸机部队造成的损失也明显高于一般的战机单位。 在整个1944年间,突击大队的战斗效能是整个德国空军骤舰战斗机部队中最高的, 盟军轰炸机一旦在行动中遭遇突击大队,往往会出现远高于平日的损失。 在1944年7月7日的一次拦截作战中,突击大队起飞了45架破号撞击兽的重装FW-190, 一次出击就击落了24架盟军重型轰炸机和两架护航战斗机。 虽然相比于动辄数百架的盟军机群来说,24架击落不足以扭转战争局势, 但是高昂的损失足以让盟军飞行员下一次执行任务时战争经济。 几天后,突击大队在莱比西地区上空再创夹击,在10分钟的时间内击落了19架轰炸机和8架护航战斗机。 这样的交换比是极为可观的,如果德军有能力多建立几支这样的突击大队, 的确有可能遏制住盟军战略打击,为战败争取一些时间。 在1944年球,突击大队还曾全监过一支落单的美军轰炸机编队, 当时总共有35架B24解放者轰炸机,与盟军编队主力失散, 而他们正巧遇上了第四战斗机连队的一支突击大队。 拦截作战仅仅持续了三分钟,35架B24就有26架遭到击落, 只有4架艰难返航。 突击大队战术对于盟军轰炸机的威力可见一斑。 但遗憾的是,突击战术需要的高超飞行技术限制了这种特殊部队的扩充, 德国空军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只有最精锐的战斗机飞行员才能实现突击战术, 但高风险的突击作战又不断地消耗着这些技艺高超的飞行员。 最终的结果就是打到最后无人可用。 这也是为何德国空军高层在看到突击大队取得的战果后, 反倒走向了组建撞击战斗机部队的道路。 因为对于彼时的德国空军来说, 突击大队所需要的精英飞行员已经越来越少, 但任何一个接触飞行的新手都能够完成撞击战术。 德国空军实际上已经无力扭转欧洲制空权的丢失, 只能以自杀式攻击的疯狂举动垂死挣扎。